节目呢将现场直播非常的漂亮潇洒 而且反攻意识也比较强 是日本队的核心 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四场的四分之一团体决赛的情况 中国队呢是3比0战胜了韩国队 进入了今天的半决赛 日本队是3比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进入了今天的半决赛 意大利队是以3比1战胜了荷兰队 而进入了今天的半决赛 瑞典队是以3比0战胜了德国队 而进入了半决赛 这次中国也是派出了许多的记者 来视频赛进行报道 马来西亚呢 这次也应该说掀起了一个乒乓热潮 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大厅周围啊 有很多的世界各国的这个乒乓器材在那进行展销 这个围的非常多 围的人非常多 其中呢 购买热情最高的呢 就是马来西亚为本次比赛专门发行的邮票和纪念风 由于呢 那这次呢是中国大卫集团呢是挂杯赞助 出了50万美元 所以这样呢 这个在大卫集团的这个销售部呢 排队买这个纪念风和邮票的人是最多的 国际平联主席沙拉拉呢 也特别感谢中国的企业 对本次比赛做出的贡献 特别是在这次 北约轰炸了 轰炸之后呢 南斯拉夫不能够承担市平赛之后 然后转期到了 荷兰和马来西亚分成两部分来举行 那么这时候国际平联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难 所以他特别感谢中国的企业对国际新联的支持 而且大家看到这次使用的球台球网 都是双鱼台也是中国的 那么乒乓球呢使用的是 乒乓球和球台是双鱼的 那球网呢是红双喜的 都是中国的企业资助 这也表现了我们国力呢在逐渐的加强 冲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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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中路今天一上来呢就是比较凶狠 冲中路 冲中路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 冲中路 通常呢打消球有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就是发球以后 当对方一戳紧接着是突击 打这板球或者冲这板球 使对方退不后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另外呢就是在拉起来以后呢 对方消 消的时候呢采取放短球 然后呢再打出去的这样的办法 现在孔令辉呢也是采取这两种方式 尽可能的首先呢在发球之后进行抢弓 如果不行的话把球拉起来 然后呢再拉掉结合 这就是第一种方法 发球直接冲 但是这样的风险比较大 放短球 再冲出去 好的 孔令辉今天呢是状态不错 在场上呢比较兴奋 孔令辉在拉护圈球是和这个 瓦尔德内尔啊有一个相同之处 就是正手在拉这个斜线的时候 他这个手腕呢带有钩 钩住 这样的球出来以后是拐弯的 所以拉到对方正手以后 角度会无形的增大 两公分左右 中下的球板呢正手的是反胶 反胶呢是残胶 中残胶 大概在1.5毫米左右 对 因为他这个残胶呢 这个日本残胶有一个特点呢 他搓球啊比较转 慢出加力上比较转 销球的时候 你拉的旋转越强 他销过来越转 你看他正手 他换反销了刚才 他的弹胶是红颜色的 反销是黑颜色的 他经常换过来销 那个球销过去呢非常的转 对 那这个就是换过来的 孔灵辉今天放短球 放得很好啊 不出台 这样的话呢 他上来以后必须是伸手到球台上来接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0比5 孔灵辉呢 是5分优势 现在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现在孔灵辉发球 放短球 对孔灵辉所面临的问题呢 就是凶和稳的关系 如果他拉的太 太这个保险系数大的话 那对松下号没有威胁 如果呢 他拉的太凶的话 那这时候失误又比较多 所以这里头呢 要找到一个结合点 过度 反焦销的时候呢 往往有时候会销出不转来 但长焦这个球呢 肯定是转的 所谓的反焦呢 就是焦粒冲底 外面平面 对 这个主要是摩擦球比较好 对 所以长焦呢 就是焦粒冲外的那种软焦 对 通常在1.7厘米到1.5毫米之间 1.7毫米到5毫米之间 对 那这种球打过来以后呢 他非常软 所以他有一种反旋转的功能 他主动的用长焦的话 主动旋转加转的话 可能困难 但是根据对方的情况 你越转他也越转 你力量越大 他也越转 对 你越不转他不转 他也会相对 旋转就削弱 所以在业余选手里边呢 这个长焦呢 是威胁非常大的 这球削得非常漂亮 这是显然送了一个不转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9 那么在这一段呢 可能会15比较多 9比12 现在看来是不是 松家号有意识地在旋转上 进行了一些变化 10比13 10比13 10比14 今天孔灵辉打这个销球 打得还是非常漂亮 他采取的办法是速战速决的办法 几乎呢 几乎呢 没有过5板的球 这个反映了孔灵辉在战术制定上 可能也是这么考虑的 因为跟松家号有的时候 打起来是一种拉锯战 可能这个球呢 反而打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个最后呢 可能在体力上啊 在手法上啊 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孔灵辉呢 现在采取的是速战速决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是领先6分 他在看着短过度 也采取拿了一个 不转的假狐圈 不转的狐圈球 这种球看来这个 孔灵辉也 没多见过啊 这种球轻轻拖过去 反正他有时候打丢了 他借不到力 可以看到蔡正华总表连呢 他这个表现的 从表情上看啊 对孔灵辉的打法 还是比较满意 现在场上比分是11比19 现在孔灵辉是 领先8分 特别是孔灵辉在对德国队的比赛里啊 表现得非常好 孔灵辉的这个放短球啊 动作也比较突然 再来看孔灵辉是轻重 非常分明啊 非常要轻就很轻 小弧线 然后突然的一把大力量 拉中路 这样的孔灵辉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21比12取得了胜利 大为乒乓球锦标赛的 大为乒乓球锦标赛的 男子团体半决赛 是由中国队对日本队 那现在在第一场比赛里面的 中国选手刘伯良是2比1 战胜了前提俊雄 所以中国队拿到了一分 现在中国队是1比0 战时领先 那么现在第二场比赛出场的是 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 男子弹打冠军孔灵辉 孔灵辉呢 他对手呢 是中下号二 孔灵辉目前呢 是世界排名的第二名 跟孙雅浩二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他是21比12先胜 在第一局中呢 孔灵辉主要是采取的 速战速决的办法 一方面呢 发球抢冲 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拉起来以后呢 是采取轻拉 然后就重冲的办法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 虽然他失误比较多 但是呢 一旦打到的话呢 田几近雄呢 也飞出来 这个孙雅浩二呢 也非常的困难 因为孙雅浩二常常呢 在跟别的选手在比赛中呢 每次销球能达到十个 甚至更多的回合 但是在孔灵辉的比赛中呢 他几乎没有过过五百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好 está 别乱了 好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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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游战 好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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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是拉到了中路 得分 3比0 今天孔丽辉的战术打得比较好 比较清楚 他首先他是不跟你正面作战 就像你刚才说的垃圾战 我不跟你打垃圾战 我跟你打游击战 我有冲 有快的 有冲 我有轻的 有假的 我扶先球 不行我掉回来 这道机会 怕我突然冲你一个 所以把节奏变化比较大 比较多 那么孔丽辉耀的事情也摸不着 所以他不能够四平八稳地削 孔丽辉耀的长处 就是他拉开架势以后稳稳地削 现在可能会让他稳不了 他喜欢你打到过五的跟他干 他削球一般是这样的 不是 如果机会不好的话 就轻轻掉一个 就轻轻掉一个 寻找机会 好的 这一板冲球非常的准 很 现在一比五 中筷 孔丽辉耀呢 也是采取了发球前攻 好的 现在孔丽辉耀的中路 这一板冲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3比6 孔丽辉耀是落后三分 孔丽辉耀呢 采取了发球抢攻 和不断反攻的办法 大家看这个球啊 就是 我刚才介绍的 就是拉球的时候呢 他带有侧拐 就是孔丽辉的一个手腕啊 他勾一下子 大家注意啊 就这个球 所以他拐过来 这是瓦尔德内尔呢 目前很明显地有这个动作 孔丽辉呢 现在呢也是在这方面的比较突出 现在7比3 8比3 9比3 中国队今天呢 派出的第四号 第三号选手呢 是刘国正 刘国正呢 跟刘国良没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一个名字上的巧合 刘国正呢 和马林一样都是在 汕头 汕头乔房球学校 他现在呢 是中国乔房队里年龄 应该说这次报名里头 他和刘国良的 跟那个王立新的年龄 看不过 对 他比王立新小 还要小一点 所以刘国正呢 这个 今天呢 他是打第三场 他对呢 尾关清光 所以看来也是有意识地去 安排对这个尾关清光 是吧 可能想到了尾关清光 要出第三场 对 因为尾关清光呢 他这个打法是直板 他非常熟悉这个直板 快攻击的打法 所以换成横板 尤其刘国正呢 被好像有些报纸说呢 是秘密武器 又是拉中路 现在10比3 所以在德国联赛中呢 这个松霞二赢过孔灵辉 所以孔灵辉肯定呢 会铭记 然后呢 也会想出好的办法 今天就非常成功 现在是3比12 4比12 这是孔灵辉肯定的第三次 上手抢攻 三次都得分了 5比12 这个阶段可能孔灵辉肯定要加强攻势 因为他看上手是没有用了 可能会加强一些攻势 是这样 另外呢 孔灵辉在开始的时候 曾经轻拉 这个松霞二呢 当时没有反攻 这应该说是 他的战术上的一个失误 他都连续两个攻了 但是他这个招很着急 攻也攻不上了 现在6比14 今天孔灵辉是彻底把这个松霞二的这个士气给打下去了 而且在这个战术上基本把它给控制住了 大家看他这个发力冲啊 冲中路或者冲正手拐弯的这个球 松霞二几乎是没有接起来一段 这个接到了 大家看这个马林啊 刘国梁 刘国正 这个刘国梁都非常高兴在里面坐着 确实啊 这个队友啊 打好了的话 他们非常欣慰 这场球呢 形成了一边倒 第一局呢 孔灵辉是21比12去胜 现在第二局呢 也是差十多分 现在是18比6 18比6 换发球 7比18 8比19 8比19 现在呢 孔灵辉就以21比8 取得了现场比赛的胜利 21比9 21比9 那么中国队呢 现在呢 就以2比0的大分呢 领先于日本队 那么接下来是刘国正 和韦清光的第三单打的比赛 稍后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敏忍 várias 两个胜利 里面 很多 他们